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五节 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身为学生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就是学习许多不同的知识 学校里教的科目有哪些 国语 英语 数学 自然 社会 你知道课本里的内容是谁写的吗 老师上课教的一定是百分之百正确吗 我们现在读的各种书籍里 集结了许多专家学者 从过去到现在的智慧结晶 他们可能是透过研究过去的历史 观察自然现象 或是透过各种的实验计算 最后整理成书本里的知识 这些看起来了不起的智慧 跟神所创造广大世界的永恒奥秘比较 就像大海里的一颗沙子那么渺小 很多过去相信的知识 被后来新的发现推翻 所以我们现在学习道德 也不一定是绝对正确 如果我们自以为已经懂得一切 就很难看见 神的能力是如此无限 你有没有遇过祷告并没有照自己所求 反而超乎你预期 神给的比你想象的还要更好 更多的精力 你可能祷告希望明天数学考试及格 不要低于60分 结果居然第一次考了90分 神为我们预备的 有时是眼睛没有看过 耳朵没有听过 心里也曾未想过的美好 就好像古代人坐上时光机到了现代 看到天上的飞机 怎么会知道那是未来快速方便的交通工具 可能以为是什么怪物而吓得落荒而逃吧 让我们再一起来背诵这段经文 哥林多前书二章五节 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哥林多前书二章五节 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 只在乎神的大能 你都记住了吗 让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经文祷告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让我在学校学习各样有趣的知识 这些过去 现在的智慧 可以帮助我解决许多生活上的问题 成为未来工作时的工具 但人的知识有限 唯有你是无限的 你的能力超乎我所能想象 帮助我即使眼睛没有看过 耳朵没有听过 也能全心的来信靠你 孩子祷告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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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